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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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上吧 那个 彭东江和十二年前留下的人员完全没合作 他就是咱们要找的人 找到了 太好了老爷 找到了 找到了 太好了 怎么样 能决定吗 找到了 找到了 就你怎么家来了 现在在哪里面了 他的资料我已经帮你查过了 他现在就住在 王流镇东风化工厂的 职工宿舍里 他有家吗 他老婆因为受不了这家伙 早就跟他离婚了 我就马上读出 我带你去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那边是工厂区业 人多杂乱的 你这人生地不熟 要不然 你先去王流镇陪入组 我给他们高座长打一电话 让他们全力配合你工作 慢点 慢点 顾婷同学 祝贺你被录取为 我校本年度医疗系一年级 本科新生 请凭此通知 于2006年9月5日至8日 到校报到 江海医科大学 顾婷同学 顾婷同学 祝贺你名录取为 我校本年度医疗系 年级本科新生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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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念了 念多少遍了 真是的 快 来 高兴啊 高兴 来 又是高兴 爸爸祝贺你 对 为平行考入 理想中的大学 干杯 干杯 行吗 行吗 从此以后啊 你跟你妈就是孝勇嘛 师姐师妹 你爸都已经乐糊涂了 辈份都搞错了 开心了 你傻子啊 你傻子啊 不接 不接吧 不接没完没了 不接 今天谁来电话也不接 专门给婷婷庆祝 来 接 你不接啊 不接就能以信也回 喂 阿秋名 故事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南郊杀人案的凶手找着了 在 在 在哪儿找着了 就是您当年找过的彭超路 现在在江州 怎么找到的 林志华找遍了 当年和彭超路 同期进过拘留所的 所有的人 整理出线索 这个人啊 现在有可能在江州 我们又从户籍处里寻找 锁定目标 回传指纹 比对结果是一模一样 彭东江 也就是彭超路 南郊杀人案的凶手 就是他 我去接您 这就到 好 好 我马上就下楼 田田 爸 不好意思 爸爸得走 你是去抓坏蛋吗 对 一个逃了十二年的杀人犯 今天终于找到了 爸爸 祝贺你 我为你骄傲 我为你骄傲 我也为你骄傲 好 喂 顾正 我现在马上就到王佑震了 你放心 彭超路他一定跑不了 好 林志华 你你你你听着啊 这个彭超路非常非常狡猾 上次小冬也跟他交过手 还是被他溜了 所以你这次啊 一定 一定要 要 小心谨慎 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明白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 你你一定要 你就是就是要保证万无一事 明白吗 嗯 明白 还有那个 我愿意 啊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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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愿意 想让你一口 我都回办公室了 估计抓二刀还得有一段时间呢 等我相信再通知你 再跟着待会儿 都不想回家 都不想回家 等我相信再通知你 那咱们都在这儿等 我知道 我也理解大家也没心思干别的 现在我们跟你一起在这儿等 等小林子的好消息 分局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 张经理婚 您俩听好了 鉴于你们二人在上班期间饮酒 分局政治处决定 解除于你们俩的聘用合同 不是 所长 我之前是不是多次提醒过你们俩 跟你俩偏偏不听 你说事情发生到今天这一步 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了 这样吧 待会儿你们去财务处 把这月工资领了 往后想来玩呢 随时可以到锁里 有什么困难呢 可以直接找我 好 下去吧 喂 对 王乐阵派出所 许大队 我高伟 谁 什么 彭东江 啥人在捞饭 没错 崇川那边过来追捕的同志叫林志华 他马上就到你那儿 你派几个能量的人 全力配合他工作 没问题 我马上派人配合 好 好好好 放心吧 好 李慧 嗯 听清了吧 听清什么呀 这个姓彭的 就是送给咱们的大礼 不是 你想干嘛呀 兄弟啊 都怪我不好 拉你喝着顿酒呢 把咱弟兄俩上玩都喝咋了 但是我告诉你 咱哥俩就是走 也得漂漂亮亮的走 你不会想去抓那姓彭子吧 必须得抓 我告诉你啊 我张琪可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走人 你行吗 对呀 咱们把他抓住了 兴许立个功 就能留下来了对不对 我说你想的啊 满脑子就想立功 哎 你是不是知道他住哪儿啊 我知道啊 走 换衣服 备他 行行行行行 人官你好啊 好 徐大队长都已经跟我说了 要不咱们在 可不容管 马上出发吧 好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再吊俩认出去 好的 哥总 怎么还有多远 还有五分钟吧 哎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 看见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出去的 不会是你安排人提前起动的 没有 我没安排人 怎么了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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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哎呀 来 你确定吗 是 哎呀 一定是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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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谢谢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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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 你们找 找谁 我们找老鹏 哪个老鹏 鹏东江 鹏东江 在这一排 后边那一排 东边第二排 这一排的后边那一排 对 你们现在是肯定他在家里边 他上夜班这点睡觉 是吧 行 谢谢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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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谁呀 大姐 我们找彭东江 彭东江 他不住这儿 不就是那粗的彭东江吗 他住那个后边最后一排第三间 我住那个后边最后一排第三间 我住那个后边最后一排第三间 快要赶紧 还知道 彭东桌 庆延 breve 走 你还跑不动 不行不行 跑不动人 人丢了得出事了 出什么事 你住着 你住着 要让他给你跑 你谁啊你俩 张旗李慧 果然是你们俩 告诉我 你的人 不 我的人 你俩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俩吧 就想提前把他抓住 找立个功 立什么功 不是 我没想让那家伙那么狡猾 你知道我俩就站在门口 就被他支捧 你说咱哥俩上哪儿说理解 对不对 你俩想提供什么 想提供 给我啊 追啊 进去追啊 你认识吗 你诈呼什么 为什么不诈呼 这回就等了笑个段障碍 对啊 你们知道他什么人吗 我们追了他十二年 张旗李慧 别别别 你有话好说你啊 哎 真厉害呀 抓伤也没抓着啊 再说一遍 立即关门去 立即关门 立即关门的 立即关门 您真的是 我 赵不失败 跑了 顾文正 我们正在组织为止 顾真 对不起 好 我知道了 我去 我跟你一起 你们都等一等 你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们这么猫猫实实去 有什么作用啊 你在等等吧 等等小林的消息 你怎么说 有消息吗 找了一天多 江州对外的道路 都收得卡吉利拦截 但是还没有他的纵影 会不会已经跑了 说不好 说不好 为什么上车回来 找不着人 我们也连回去 电话给我 喂 林子 林志华 搜捕工作你已经帮不上忙了 你马上撤回来 不 这我想你再给我 这是命令 胡锦 顾世正外 这次找不上我的失败 我作为中央队的队长 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十二年了 送到嘴边的肉 又跑了 能不遗憾吗 行 这事就说到这儿了 林志华 我这儿有一份省厅来电 江州方面 已经处理了 两个私自拳击抓逃的邪警 并且处分了当地牌所的所长 但是这个店门上还说 你再抓捕现场 掏出枪来 对着两个邪警了 有这么回事吗 有 我当时没想向他们开枪 我憋了一肚子火我 我太郁闷了 郁闷就能掏枪 憋了一肚子火就可以掏枪 那办案现场是情绪能解决的事吗 我问你林志华 什么时候作为一个警员可以掏枪 当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的时候 你这不很清楚吗 当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的时候才可以掏枪 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掏枪 你何况面临的是两个邪警 你的同事 省厅啊 要求我们处理当事人 并且尽快地拿出处理的结果 顾明啊 保重啊 你回去商量商量 尽快拿个意见包过来 公居 我们不用回去商量了 我现在就提议 林志华暂时停滞 离开工作岗位 回家反省 外加全局同胞批评 你怎么来了 顾知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 她问我 你说为什么在游乐园的孩子 如果摔倒了 却很少有哭的 是因为她来不及苦 她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去玩 没时间 她的意思是说啊 你的人生 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 你还有那么多的案子要破 有那么多的受害者 等着你去帮助 林志华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哭 去沮丧 去自我惩罚 好点了 好点了 前两天我刚刚表扬过你 说你长大了 冷静了 结果你又出这种事 不给你处分给谁处分 不过这也很正常 我们刑警办案子 就像解谜 每一个案子 每一个嫌疑人 都是谜 我们刑警的一生 就是解谜的一生 很过瘾 但是以后有委屈 懊恼 甚至崩溃 所以必须冷静 止怒 才能头脑清醒 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知道今天 为什么带你俩来这儿吗 我就想让阿婆知道 也让你们俩知道 我顾明十几年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们俩做到了 既然知道真凶是谁了 那么你抓了他的日子 一定不会 我告诉你 警察和对手 都知都用 警察输一次不要紧 输两次也不要紧 但对手只要输一次 他就全完了 我输了一次 你也输了一次 下一次 该他输了 我输了一次 你也输了一次 你也听不懂 你爱台湾 你看他 你怎么回事 我鼓子处得来 颜色 他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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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警官 好久不见你了 要是他真的回来 你就让他看到 你现在这副样子 你想让他知道 他的爸爸为了找他 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一个乞丐 你拿什么养活他 你要让他跟你一起 露宿街头吗 这是你开的 是啊 看起来不错啊 还凑合吧 要说起这个暴婷啊 我特别感谢您 都是您之前那番话呀 让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要是兰兰回来了 我会给她更好的生活 开暴婷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你说每天这儿这么多人 没准哪天 就有人给你一条线索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妹妹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我总觉着 你妹妹会回来的 咱们都不放弃 谢谢 应该的 最近我们分别接到报案电话 连续三个儿童走失 根据现场分析 很可能是一起拐状儿童的系列案 这部分 在冲川中 这也有关系 我们有关系 我已经忍不住了 她在冲川中 她们可能会被救了 她们不过 她们把冲川中 冲川中 她们不是过去 她们的冲川中 入住以后就没再出来 有家不回住兵 本身就值得怀疑 他先住哪个兵馆知道吗 查到了 走 出发 你好 服务员 请开一下门 看样子是跑了 王子 把无理东西拿回去分析 等一等 等一 别让你开一下 这是一种严股 杨总 屋子里不止王淑芬一个人 老板 这天有没有人找过王淑芬 好像来过两个 昨天晚上来的 来过两个 对 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五多岁的 还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 五多岁的人呢 长得黑黑的 三十多岁的人挺壮的 什么时候离开的你知道吗 这我得往前菜值班 那麻烦你现在就能帮我们问问吗 好 行 王淑芬的离开肯定跟这两个人有关系 秋冰 林呢 你们俩就在宾馆蹲守 如果发现王淑芬 或者那两个人 马上抓获 带到距离涂水 是 是 这儿都 把开袋都给你带过去 交给技术 嗯 走吧 问清楚了 他们半夜走的 几点钟 一两点钟 几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 对 王淑芬没走 没走 那王淑芬有可能还在这房间里啊 到 唱歌 行李咋 来 先回到 这边 通知技术部门出现咱们 我们都要撤出现场 把鞋底画完留言的 去吧 咱们 麻烦你把指纹留下 跟我们技术开除 胸气是一条女士腰带 应该是王文芬自己的 激情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的判断 应该有争执 在争执情况下的杀人灭口 王淑芬到底知道什么 想说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 现在 案情真正上出现了拐点 本来我们是想 找到王淑芬打掉那个拐卖团伙的 结果现在出现了这么一难题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难题 首先 要找到那个最后离开现场的人 也就是杀害王淑芬的人 是谁 我已经通诸记录了 现在到达现场了 无许我现在怀疑这起伤案 跟近几年在重川活跃的管车孩子传火 有关系 我同意你分析 就按照你说的这个 根据县长初步的调查访问和勘察的情况 制定一个完整的侦察方案 但是这个案子 不光是要在本市开展工作 而且要通过省厅 请周边的城市予以配合 如果再有必要 就通过公安部和公安部的达外办 协调外城市的工作 配合我们的行动 好 开始吧 从今天起 王淑芬杀人藏尸案 跟拐卖儿童案 并案处理 成立专案组 我任组长 一线指挥陈晓东负责 林志华配合 一般拐卖团伙都有女犯 所以秋冰 你也参加这个专案组 现在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 杀害王淑芬的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如果是外地人 什么时候进入本市了 我们现在都不敢确定 所以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从 宾馆走廊的探头开始 逐渐向周边辐射 宾馆门前有两条路 只要是 犯罪人有可能 逃脱路程上的 所有探头 统统掉出来 时间段怎么确定 老板不是说了吗 他们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入住409房间的 那么时间就可以定在 八月十二号的晚上八点 到八月十三号夜里十二点 秋冰 你带几个人去一趟王淑芬的家里 搜查一下死者生前的空间 看有没有可能找到其他线索 好 我提醒一下啊 目前这个探头的组成很复杂 各个系统都有 有公安的 有交警的 还有城管的 甚至还有商店房小偷的探头 大家一定要细致一些 好 好 那就明确一下啊 不管有多少 要不留任何死角的追踪下去 要穷尽 明白吗 就是这状态 跟老板描述的外贸特征非常相似 停 放大 暂停 就是这人 应该外头还有一万 自己放吧 经理 能不能查到这个人的银行卡 应该没有 顾氏 是 我们通过银行卡 找到其中一个人的真实身份 嗯 目前 我们已经跟踪到他住的附近了 你等一等 等一等 我告诉你 明白 没错 就这两个人 准备行动 你等一等 等一等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的目标 不仅是这两个人 跟着他们背后的拐败团 就是说 你既不能让这两个人漏网 同时又不能打草惊蛇 懂吗 如果他们背后真的是团伙的话 要让他们完全不知道 这两个人被抓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定做到 上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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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志 这篇杂园结果复杂 互互相踪 而且有很多的出口 如果咱们要实时抓捕的话 必须在每个出口 安排咱们自己的抓捕人来 否则嫌疑人很容易躺脱 好 我儿子小儿多 抓的时候动作尽量放小 并免发生意外了 先下车喝了 好 意外出入有规律 非常小心精神 很少一起出门 基本上都叫完美 快吃饭了 谁啊 外卖 大哥 你里的外卖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新来的 多少钱 一百零二 两块儿省了 给 别的 下回下回 大哥 大哥 你这钱有了问题 就换一下 有问题 我昨天刚从银行取的 不是 这这太假了 你别在这磨叽 滚蛋 别欺负我一送完卖子行不行啊 你要不信 找个人来问行不行啊 找个人来问行不行 行不行 行行行 吗 怎么还这么会人啊 哪有问题 他这个水平跟这个时间不一样啊 不是 我成功 老灵 老灵 小六 小六 走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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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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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警察不能随便抓人吧 我们是随便抓人吗 据我们了解 你是拐卖儿童团伙的主谋之一 警察同志 开什么玩笑呢 饭可以胡吃 那话可不能胡说呀 行 那你先说说 王淑芬是怎么辞的 王 王 王什么分 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交代 我输分了 是我杀的 是三哥让我杀的 他管三哥要钱 还威胁我们说 如果不给钱 他就报警 王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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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混 valves! 那拿出来给我看吧 他这事画的都是什么呀 我看不明白 我真看不明白 交易都是一只三哥都跟他交易的 我就是个跑腿的 真的 行了差不多了 我就想东那边看过 来 怎么样了 坐 坐 李副义 我叫你李副义啊 还是叫你三哥啊 我顾名 刑警支队支队长 刚刚在那边审完你们那老六 全都撂了啊 而且还交代了你唆使他 杀害王淑芬的一些细节 你怎么着啊